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大的IPO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那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这家公司阿里巴巴 Howard 你知道吗 我问我的同事跟一些朋友问他们说 是不是知道阿里巴巴这家公司 没有人知道 真的啊 对 那这家公司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去了解 因为是一家IPO最大的公司 你能想到是最大美国历史之间 真的是而且是来自中国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今天可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阿里巴巴这家公司 它为什么会成功 然后它是什么样的公司 好的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呢 事实上会用几张视线 先介绍什么是阿里巴巴这家公司 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家公司 我们从几张的视线 来进入我们阿里巴巴的话题 解开阿里巴巴 Sysman Open the Door 好我们来看第一张图 这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对这家公司的定调 它就是From Bazaar to Banaza 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两个单字 Bazaar四级路边摊变成Banaza 60年代美国的TV Series 是Sierra的一个土豪 所以意思就是说 阿里巴巴从卖四级的路边摊 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土豪 所以经济学人杂志先定调 阿里巴巴叫做The Largest Bazaar in the World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集 所以这家公司它就是卖杂货店开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图表 杂货店请你路店 而且它都卖什么都卖 All thing 而且是All genuine货增驾驶 同时间这家公司它放远世界 希望从咱们中国一直市集到全世界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愿景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是的 这阿里巴巴很难想象以前 因为我在中国住的时候 就知道有这家公司 那时候不觉得说它会这么样的成功 因为它的business model跟其他公司 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就在网路上买东西 没错 所以没有想到它今天会有这样子的成功的地步 没错 它创立的时候 这家公司是1999年创立 马云当时还带了几位同事到我们Silicon Valley 来拜访几位大头跟Yahoo跟几家大公司 当然Yahoo是它的起始的起公司的创始 shareholder之一 它大概握有25个percent 但是这家公司最重要的是马云主导创新 能够勇敢连横综合 能够将它的business model 从中国市占率一直往上冲高到八处九十 而且现在放远全世界 对 我想可能从中国来的朋友会比较知道 或者听过阿里巴巴这家公司 对 就在我们美国的一些朋友可能真的一点概念都没有 对 虽然知道它是一家网络公司 可以就是上网购买东西 而且全世界的一些 不管是农场也好 小本生意都好 都可以上去购买东西 没错 但您刚刚也提到说马云 Jack Ma他的特质 我们来大概谈一下他的成功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好吗 好了 马云这个人个头也不高 当然他以杭州一个小学生的老师发机 他对电脑他自己称说他并不是很了解 但是从他的谈话 他的发表的文章跟他讲话的内容跟气质 这个人可以是CEO非常霸气的一位主导者 他不仅能够创新 第二他愿意连横 而且他愿意跟其他对手一起不断的来竞争 而且有涨进 同时间他是一条龙的服务 虽然他是中国最大的e-commerce 但是他上面有银行的model 也能够跟他一起能够赚钱 而且他下面也一样的 他一条龙的服务也deliver给你 所以你只要进到这家公司 从付款买东西到最后收到你的货品都是这家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下一张图 阿里巴巴其实他的整个购买的营业额比amazon跟eBay 两个加起来都还要更多 你可以看到他有这么的大 这张图更是可以了解到 Amazon加eBay都少于阿里巴巴 它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大 在中国的市占率有85到90 同时间我刚才讲了 他成功的另外一个business model的原因 是他有一条龙的服务 他自己是alibaba.com 你购物的时候就到淘宝 然后你付款的时候到支付宝 而且他有自己阿里巴巴 妈妈的他自己的fan 所以整个作业起来是一条龙的服务 到中国的大的deliver公司 都跟他有合作的关系 事实上他是非常非常的成功的 对据我了解在阿里巴巴旗下 他这个基本上是阿里巴巴是B2B 就是针对商业的 他旗下有一家Ali Express 也是公开给全国就是全世界B2C 所以是consumer也可以上去买东西 东西由中国批发 货物是用东西批发 而且运费是免费的 不是在替他做广告 确实他的东西价位很好 提理我必须换我来问你 我知道你是阿里巴巴 多年来从中国一直到美国的好客户 你的客户的经验怎么样了 对我那时候在中国住的时候 2002年的时候 一发现有一家公司 就你随便搜索 比如说我要买这个金油 玫瑰花或者是薰衣草 莫莉花的金油 这有些产品你要在欧洲才买得到 你透过阿里巴巴这个平台 可以看到全世界各国来的一些农场 然后你在中国可以找到一些 比较独特的一些商家 比如说我那时候想买林芝粉 林芝粉 而且你想要在美国买一粒一粒的价钱很昂贵 这边在阿里巴巴可以透过它的农场 直接批发一大包到你家来 所以价钱就非常合理 价钱就非常的好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在网上看全世界 它把全世界的一些商家都集中在一起了 而且它就是价位很好 可以就是对 然后它旗下的Ali Express也是非常棒的 在美国也可以买到 这我总结你刚才所讲的 事实上这就是它Business Model成功的优点 第一个它从上游的淘宝 到它购物的时候的付款 都是同一家公司 然后事实上它自己从Deliver出去 也是它同一家公司 然后在这个整个Circle一条龙的服务当中 它能够掌握它整个的价钱 所以它在购物上面的 它的任何的好处就回馈给我们购物者了 所以它购物者就非常喜欢 听说你从中国Deliver到这边来 阿里巴巴的运费都是免费的 对所以你这样比较起来 价钱又好 然后又必须要运费 时间可能要等得久一点 但是如果不是那么紧急的话 确实是一个蛮好的选择的 所以接下来我就跟我们的观众来谈一谈 这家公司它成功model之后 你看看它在中国的市占率 跟它成长的情形 有几个数据你也可以 感受它自己成长的威猛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市集在中国 你可以看看2009年 只有一个bill美金不到 但是你一直往每一年几乎30% 到40%成长 事实上到今年为止 2014年预计8个billion以上 事实上是成长 从过去我们可以了解到 它而后的成长 它的速度可以非常的快 进一步它是整个淘宝 占e-commerce中国的90%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大的 对 涛宝是一家蛮大的网站 我知道很多朋友会上去买东西 然后进一步呢 我们要让我们观众能够了解一下 它到底它的企图心 刚才讲到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市集 它要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市集 它到底要在美国将我们美国的stock market 它要筹资多少钱呢 我们来看看下一张图 好了 你看看 事实上阿里巴巴呢 它在美国 它IPO的时候 它target的是20 bill 但是事实上呢 可能筹资因为股票价高的原因 可能会到三倍到四倍 一百 120 billion dollars 所以事实上呢 它筹资有可能到三倍以上 到四倍 所以非常非常惊人 所以市场非常期待的 你觉得说阿里巴巴上市以后 它的前景会是如何呢 在美国 我觉得从身为美国成长的购物的一个消费者 我觉得阿里巴巴它的成功的business model 是可以工作我们在美国的e-commerce来学习 因为它是一条龙 从银行付款 从它自己的e-commerce平台 从它下游的付款到deliver 都是阿里巴巴 所以这点可以控制它的成本 可以控制它的盈云 能够maximize它的revenue 所以这个是美国可以学习 所以长期来讲 这家公司应该它的市占率会越来越大 当然它的当赛 它过大洋到美国来互相的竞争 你可以看到它的竞争呢 它同样的e-commerce 当然有facebook 还有很多的不同的 在美国的amazon.com 所以事实上和eBay 彼此互相的竞争 互相的一起学习 所以它的downside risk就是 它没有一个global的blinding 刚刚Tilly也提到 它的同事都没有听过阿里巴巴 所以它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我们的观众如果要买的话 心中要有准备 短期的话 IPO之后股票会涨会跌 甚至有可能变动很大 你心里要有准备 要有强而有力的心脏 但是长期来讲这家公司 因为它的市占率在中国 进而在全世界的branding 它有可能越来越好的 对 而且它已经营业过好几年了 对 15年了 15年了 所以它有一定的收入 它是有一个成功的business model在那里 并不是说没有生意 我想这个是差别在这里 对的 而且他们公司也一直在想办法突破 不过我在想美国其他一些媒体 对这家公司并不看好 因为有一些政治的因素在里边 所以这个 这有待命 到时候要再看了 我在市场有大概25年 刚刚Tilly这个common 其实是在市场里面 华尔街是有两个极化的 一个过阳过来的中国ecomer 抢生意抢到美国来 当然美国也有防卫战 所以第一个有可能打压它 另外一个美国有一些做生意的人 也非常open minded 能够从一条龙的服务的model 阿里巴巴身上也学到非常的多 这个非常矮小的巨人CEO 也值得美国来参考 有人用马云跟Amazon的CEO 互相来做比较 当然身高高度都不一样 而且一个是白人 一个是黄人也不一样 不过我们都可以拭目以来 是 好的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之后再了解一下 上市以后对美国整个经济的影响 阿里巴巴上市以后 对整个股市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有一种现象是打压的现象 什么打压的论调呢 阿里巴巴上市股票 暢衰论 全部的股票呢 被saka cash 所以呢 卖掉其他的股票 去买这家公司的股票 股票 其他公司的股票就往下跌 欢迎回来迎新来收看的是财经趋势 我是主持人赵和 我是主持人Howard Chen 好有钱 今天呢跟您介绍的是一家来自中国的公司 阿里巴巴 他在美国以后的发展的前景 那我们刚刚在节目的第一段听到说 阿里巴巴成功的故事 他的背后人物 跟他以后要上市的一些比较 是 那我们Howard我们再继续了解一下 他的成功的因素到底在哪里呢 刚刚也提到了 他成功的因素呢 是他的business model 他的business model呢 e-commerce 他有一条龙的服务 他有从付款 他自己e-commerce的平台到deliver 都是同一家公司 在成本上 在revolent上 他掌握性非常的高 当然也不能忽略 马云 他非常有主导领导风格的统育能力 他非常好的一个CEO 这家公司 值得我们美国的e-commerce 好好地学习 所以我们要总结 最伟大 全世界最伟大的市集 他过去的表现 他整个revolent的成长 每一年都是30到40个percent的成长 所以我们也预计 可能他照这个速度 希望他继续地成长 但是在美国的华尔街 就有一种反问了 他一定占了美国整个的 中国的整个的占有率 85%到90% 难道还会再涨 涨也涨5个percent 或10个percent 那从图表来看 错了 这个派是越来越大 可以看到中国跟United States 美国在e-commerce的sales的比较 从2013年以后 中国的e-commerce的sales 是突飞猛进的一个成长 是超越市的一个越境 比美国还要更高 卖得更好 跟这家阿里巴巴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总结呢 事实上呢 他如果派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认定阿里巴巴 还有很大的potential 长期还会越来越大 所以而且他放眼全世界 加上他的business model 我们希望长期投资 可以看到这家公司 他长期potential的好处 对 其实我想做一下 稍微做一下比较 美国最大的online公司 Amazon跟阿里巴巴 当然这个不是这个报表 我发现说阿里巴巴上的 全国全世界来的商家 比原比Amazon要来得多得多 是 对 我不晓得是不是 他的成功的要素之一 对 但是阿里巴巴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他在全世界 他的分公司 事实上他设点 他非常aggressive的去设点 他在台北也有 他在美国也有 他在全世界中南美洲 欧洲都有设点 来做服务的工作 所以他事实上讲过了 他希望成为全世界 最大最伟大的市集 Bazaar 所以阿里巴巴背后的 小巨人就是马云 他有这个愿景 希望上帝也祝福这家公司 是的 不过讲到马云这个人 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报道 他事实上出了一本书 他讲到说他们非常注重企业文化 我相信这边有很多家公司 都是很多华人开公司的 非常也是注意着企业文化 说不要搞阴谋 不要搞小动作 不要搞什么背后的一些结绑什么的 我不晓得您觉得说这个是不是他也是他成功的因素之一 我倒是看到他的话通常是鼓励人 非常pumping的 其实他这个风格满像美国的CEO 那当然不搞politics 军师在后面是第一位把守 就是来自台湾的蔡崇信 Joseph Tsai 那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背景 只有是中国的文化 他综合了台湾跟美国的文化 也是对这家公司有帮助 所以对一些成功的人士 是不是务必要这个要集合综合一些 彼此互相的学习 是的 对对对 很好 好 那其实呢我觉得另外一点呢 就是从美国的本土的e-commerce 我们从阿里巴巴里面 是从中学到什么 而且你在你的business model 你能不能revise 我们来看看几张图 好 我看美国的几家大的e-commerce 他们做了什么准备 来抵抗这个过阳的这个competitor 首先我们来看看amazon 他在五月份的时候 他发表他的smartphone 4.7 3D的phone 这个叫surface 其实他这个phone公告之后 其实他是一个简单的购物平台 他经由一个smartphone 他可以在任何的Walmart 任何的百货公司 把二条码一刷 或者你没有二条码一照相 传到amazon的总公司 他就可以比较Walmart的价钱 跟amazon的价钱 你可以做最好的决定 要不要买还不买 干脆还是回家 上网再到amazon去买 所以事实上可以看到 amazon它事实上 有在做防御性的工作 从这家公司发表的 新的smartphone里面 就可以了解 其实这个smartphone 就是amazon的购物 智慧型手机平台 amazon也在做一些防御性的工作 到时候要用用看 因为amazon他们做的一些 则确都蛮成功的 他们做一些动作 其实都要 没错 然后接着 amazon特别 虽然它没有办法 做一条龙的服务 因为美国 因为它在business model上 银行归银行 UPS归UPS 所以它没有办法 跨行来deliver货物 所以amazon另外 能够创新 能够有一个新的project 叫Priair 如果你磅数不是很大 在10磅以下 方圆在15米以内 你都可以经由这个小飞机 deliver 运货到公司 据amazon这些公司的调查 85%的 它的货物都qualify 可以经由这个小飞机 来deliver 届时它的成本 还会再降低 来抵抗马云的军队了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非常有意思 对 以后在天上 就可以看到一些小飞机 飞来飞去 但是这个当然 FDA 或者是美国的航空检验局 它一样的Aviation Bureau 它也要检验 这个新的产品 所以但是 整个的背后 是创新 美国的公司 E-commerce 它如何来抵御 阿里巴巴 在美国上市股票 它也要抵御 它的客人 客人也会做尝试 另外一家公司 也有新的尝试 我可不可以讲一下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中国在前一阵子 也是要用小飞机 有一家公司 要送蛋糕 中国政府 就停止这样的服务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怕蛋糕刚好砸到人家的头上 所以为什么 航空检验局 必须要扣 另外一个就是 这是一个新的 一个service 就是Apple 它发表 它的Apple Watch的时候 你可以200块 300块的时候 你可以经由 Apple Pay 三家 这个Visa Master Car 跟American Express 三家银行 来付款项 所以这个呢 其实听起来 很像支付宝 阿里巴巴 是 所以 Apple 也一样 希望 有一条龙的服务 生意 肥水 不留万人田 希望也经由 这个付款项 Apple Pay 也能够多赚一点钱 是 对 所以这些方式呢 就是让他们这几家公司 也更有竞争力 才行 没错 所以从远方 中国来的 一些新的学习 跟新的启示 能够帮助这个国家 Amazon也好 Ebay也好 Apple Computer也好 在你的付款 在你的deliver 都能够合纵起来 其实就蛮像 马云的思维方式 希望一条龙的服务 而且在控制成本上 在Revenue上 有进一步 回馈给我们的客人 所以这一点 也是美国公司 可以好好的来学习的 对 好啊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 阿里巴巴上市以后 可能价钱 股市的价钱 会有些起伏 那之前我也看到一些报道 美国因为政治因素 觉得说这家公司 是从中国来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么支持 在美国的公司 都没有在中国 没有得到那么大的支持 所以有一些这些因素在里面 不过您认为说 上市以后 这阿里巴巴上市以后 对整个股市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 阿里巴巴上市 它大概 预计 集资 24 billion dollars 但今年 IPO 整个美国 只有40个billion 所以它占了一半 而且它成长 可能三倍到四倍 到100 120 bill 所以第一个 有一种现象是打压的现象 什么打压的论调呢 阿里巴巴上市股票 暢衰论 全部的股票 被suck up cash 所以卖掉其他的股票 去买这家公司的股票 其他公司的股票 就往下跌 Facebook也好了 Amazon也好 这种现象的论调 我倒是不是非常的赞同 因为整个美国的股市 很多公司有cash flow 已经买回它自己的股票 所以事实上呢 这有一点适当的平衡 第二个论调呢 就是 它来的和尚可以念经 阿里巴巴过海而来 它一定是非常好 它的piece of model 非常的成功 所以它股票可能大涨 虽然预计是60块到66块 但是有可能 它会涨到80块 甚至100块 这个论调也要 非常非常的小心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两者都要很小心 但是我过去25年 在这个市场的经验 我可以让大家知道 刚开始的几个月 我们投资大众跟观众 你要特别谨慎小心 从5月份2011年的Facebook 的经验来看 刚开始变动可以非常的大 对 要有心理的准备 要有准备 对 好啊 那我们今天谈得到 讲到说马云这个人的特质 其实是大家值得学习的 他事实上也出了一本书 我们到时候 说不定有些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去上网去看一下 没错 没错 对 好啊 那我们今天您认为说 给我们做个总结吧 好 我觉得总结就是 圣经有一句话说 你把现有的草除掉 除掉之后的嫩草才会发出来 意思就是让我们要有创新勇敢 在旧有的model里面 你要勇敢的去revise 或迎合现在我们客人的需要 你只有勇敢的将旧的草拿掉 新的草接受阳光跟水 嫩草才会发芽出来 你懂吗 我希望你有创新 勇敢能够跟马云一样 能够跟阿里巴巴一样 成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市集 从15年前入颠摊开始 我觉得您说的这一点 非常非常重要 对 那当然需要创意的时候 也只好祷告了 因为有时候真的想不出来了 好的 感谢观众朋友 收看今天的节目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一周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众朋友